儘管還沒有正式進入夏天 不過基於天然的海星游泳池 一年四季都有不少民眾來游泳 但日前卻傳出 游泳客被鐵釘刺傷事件 泳客說 下水前自己還是會注意 但傳出有民眾受傷 第一時間產發出請廠商到廠處理 八日上午會同廠商 針對游泳池周邊進行巡檢 只要有尖銳物品或者危險性 都先進行移除 議員的反應陳情之後 我們有請廠商來做一些緊急應變的處理 其實有在目前的平台 在加強這些巡檢 對那其實主要是因為這個新舊的界面的問題 那有可能有一些舊的這些釘子 或者是鋼筋沒有去處理好 那我們今天也會請廠商趕快來加強處理 政府產發處一連兩天都會同廠商一起巡視現場 八日下午派出潛水員下水檢查有沒有其他危險物品 在下午兩點的時候等到這個潮水比較退的時候 那廠商也會去針對於這個 比較可能有突出物 或是鋼筋突出物 我們趕快來加強處理 對然後另外就是也要跟各位 遊客還有各位居民來這邊來做報告 就是說其實海在這個海的下面有很多的礁石喔 那其實都是蠻危險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玩的時候也要特別的注意 然後因為有民眾反應就是說 大家好像會到這個樓梯下面去做一些更衣 或是更換一些永鋸的一些動作 那其實我們這邊都有提供充洗式喔 那其實希望大家如果要更換衣物 或者是要去做一些充洗的話 其實這邊都是蠻方便的 對然後因為這個樓梯下面 還是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在喔 然後所以希望大家要特別的小心 依據現場觀察這些尖銳物 都是早期游泳池既有的危險物 不過基於吸水安全 產發處已經要求廠商全面仔細檢查 也請游泳的民眾一起幫忙檢視 若有發現危險物 可以盡快通報 市任府會派員移除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